大家好,我是夜晚三点半的鬼叔 今天鬼叔给大家介绍一部国产恐怖电影 七月半三,零处第七感 这部电影主要讲述苏洛意外在别墅里发现了一块陨石 随后便开始获得预知市井发生的能力 而与此同时,苏洛身边的好友也开始接二连三地发生各种意外 让苏洛备受打击 电影开始苏洛和社友七起,学姐民学 以及探险社团的成员陆一白,陆一白女友卓洋、李松 打算去陆一白叔叔荒废已久的郊外别墅去玩一番 随后七人就准备好行李之后,就一同前往了别墅 到达别墅之后,七人白天在别墅晃荡一圈 晚上一起开派对喝完酒后,就各自回房休息了 半夜的时候苏洛没睡觉拿起手电在别墅里乱晃 结果突然就看见一个被锁住的女鬼 随即被吓了一跳,苏洛立即就被惊醒了过来 发现已经天亮了,原来这只是个梦 随后七人又一同到了山上的河流 玩耍一番后,就回到了别墅 紧接着又到了晚上 正在睡觉的苏洛听见了民雪叫他 于是就寻声找去 结果却来到了一间房间,看见了一个发光的盒子 苏洛随即就将他打开 这时一个女鬼也随着盒子打开而出现在苏洛身边 苏洛碰了盒子里的陨石,一下子就晕了过去 而这时只是想要吓唬苏洛的民雪见状 立即叫人进来,带走了苏洛 而众人此时也看见了地上的陨石 并将其也一并拿走了 到了第二天早上 李松拿出昨晚捡到的陨石查看 觉得陨石材质十分特殊 于是就让陆一白和自己立马拿回去 给导师做个检测 陆一白听后只好开车和李松一起回学校 但当两人开到半路时 眼前却突然出现了一个女鬼 两人吓得赶紧逃跑 但无论怎么跑都跑不掉 随后两人竟然在车上看见他们自己的尸体 与此同时 另一边正在睡觉的苏洛突然从床上惊醒过来 原来他竟然梦见了李松和陆一白刚刚遭遇的事情 于是他立即找到卓阳 告诉了他这件事 卓阳只好安慰他 说没事 到了第二天 喜欢卓阳的迷雪 终于看不惯苏洛跟卓阳走太近 于是出言讽刺了几句 而苏洛也毫不示弱地怼了回去 没过多久 苏洛突然发起了高烧 随后又对他们预言说 会有女鬼用吹风机 把他们其中一个给垫死的 说完后便晕了过去 众人听完后并没有放在心上 而卓阳见苏洛烧得严重 于是就离开了别墅下山 给他找医生 结果却在途中知道 陆一白和李松出车祸的事情 而这时苏洛梦见了一个女人 女人对他说起了日记的事情 于是醒来的苏洛 就立即在别墅里找到日记 在日记里 苏洛终于了解到 关于隐石的所有秘密 原来那块隐石是 陆一白叔叔偶然得到的 但自从有了那块隐石之后 陆一白的叔叔和婶婶 就经常出现幻觉 而陆一白的婶婶 因为受不了便自杀了 陆一白的叔叔得知之后 就调查了关于隐石的一切 原来隐石只有带有 巫师血脉的后人得到 才可以通过隐石 获得预知的能力 反之则会招来祸端 所以为了不让隐石害人 陆一白的叔叔就将他封了起来 随即自己也被女鬼给杀了 而苏洛之所以可以获得预知能力 也是因为他身上有乌尸血脉 紧接着陆一白的女友 真的被吹风机给垫死了 而看到这一幕的民血和妻妻 也不由自主开始怀疑起苏洛 而现在只有他们和苏洛还在这里 难保苏洛不会对他们下手 于是两人决定先发制人 合伙一起打晕了苏洛 而苏洛在即将晕过去之时 对两人说不要靠近河流 但两人都没有听苏洛劝解 转身就往外跑了 但当民血跑到小河边时 却被女鬼给拖入水里 给淹死了 七七见状十分害怕 只好跑回了别墅 结果碰上了女鬼 还是难逃一死 而这时卓洋也找到医院 随即就将苏洛接到了医院里 苏洛醒来后重要洗脸 却在镜子前看见了另一个自己 紧接着镜子里的苏洛 就告诉苏洛 他的世界比苏洛现在的世界 快了一段时间 所以为了防止悲剧发生 他就通过脑电波 不断地给苏洛带来消息 希望他能解救其他人 紧接着画面一转 苏洛回到原先在别墅里 第一次见到陨石的场景 而他也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 避免那一场悲剧的发生 电影最后原来这一切都是虚构的 而发生的这一切 只不过是苏洛书里写的故事罢了 整部电影虽然走了国产电影的老套路 但电影里加入的平行宇宙理论元素 还是让人耳目一新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